大家好我是KOMO 由我為各位分析第三週的戰報 UNG已經成為現在的大魔王穩居第一 第二名AG以1068分位居第二 與第一名的UNG有著223分的分差 第三名NS在原本強大的營運下配合著逐漸成型的單兵會戰能力 以1014分來到了第三名 而擊殺數已經超過了AG 第四名ULU在最後一天拉尾盤的情況下收穫兩機 緊追了NS 中斷班第六名第七名K7以及Drupalade 在這週的賽事有明顯的進步 而兩隊的分差只來到23分 第九名KEO則是在本週有著突破性的表現 吃下兩機成功而來到了第九名 12名的GED以及13名的YRC打得不可開交 持續的爭奪最後晉級的名額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單人擊殺TOP5 UNG金鴻已經正式變成殺人王來到了第一名 有著188分的高擊殺數 在本週的賽程中擊殺數更是來到恐怖的70殺 AGGNH則是來到的第二名有著178殺的擊殺數 NS小七在緊急場的賽事都有明顯的進步 來到了第三名有164殺的擊殺數 第四名第五名則是由UNG的灰以及MS的小塵 各是由128以及120殺成功拿下 接著我們看到戰隊擊殺TOP5 UNG以528殺的團隊擊殺拉開的擊殺排行榜 NS正式超越了AG以476殺來到了第二名 AG則是被兩強擠下去來到了第三名 ULU以及JUP分別以376殺以301殺 戰區第四名以第五名 接下來我們看到highlight的部分 這邊我們看到K7三人駕槍把陛下成功送到了三邊 但這邊如果可以多拍一名成員配合陛下 可以減輕陛下的壓力 畢竟後面也不需要這麼多人的駕槍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陛下送到進點之後 後面三名成員已經在偵查情報 準備要往三邊做推進 之後可以看到K7利用大部隊的清邊 確定的最後HQ位位置 成功的見面HQ拿下這場的勝利 這波可以看到NS的進攻層次 以一人架槍三人推進到房屋區的周圍 再利用頭植物先消磨敵方血量 甚至壓縮敵方的位置 再執行攻堅 我無損的完成了這次的進攻 這邊可以看到先用燃燒彈壓縮對方的位置之後 把敵方成員趕出來 成功的先壓縮一次位置 最後可以看到小智進來收頭 還可以把隊友揪起來 無損完成的這波會戰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NS擊殺了紅之後 繼續利用槍線的佈置 以及煙霧彈的頭植 來處決最後的STR以及UMG的Coco 這邊可以看到 決定的打中邊STR之後 小七配合上小玩偶 成功的擊殺掉STR的最後一名成員 接下來NS的目標轉向剩餘的Coco 最後以小晨擊殺掉Coco順利持擊 接下來我們看到本週MVP 本週MVP我們頒給的是UMG的金鴻 本週擊殺更是來到恐怖的70殺 累積擊殺數188殺 累積的爆頭數來到了30殺 累積的傷害量更是來到了33000點的傷害 由此可見金鴻的單兵能力 將持續的載至這個聯賽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每週四五六日請準時鎖定官方粉絲團 我是Kelmo 我們下次見